小童玩具 哈喽 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来玩一款超好玩的玩具 究竟是怎么玩的呢 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哈喽 欢迎来到小童玩具 今天新的奥特曼又给我们带来了变形丹的玩具 哦 这是杰德奥特曼的原始形态 融合了出的奥特曼和贝利亚的能量 所以他和贝利亚长得非常的像 但是他是一个正义的奥特曼 哇 他的大招式毁灭爆裂 他给我们带来的是一只怪兽的变形丹 这变形丹是白色的 有很多黑色的花纹 出来了出来了 竟然是怪兽 艾雷王 他变成了一只真正的怪兽 不好了不好了 他攻击了杰德奥特曼 杰德奥特曼站了起来 他变成了紫黄形态 他一拳就打倒了艾雷王 艾雷王被打回到了防御弹的形态 鞋的奥特曼一脚就把冰箱弹给踢飞了 好厉害 接下来给我们带来冰箱弹的 是哪位奥特曼呢 哦 这不是欧布奥特曼吗 一个能借用非常多奥特曼和怪兽力量的奥特曼 现在是他的原始形态 小朋友们知道他融合了哪个奥特曼的力量吗 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哟 他给我们带来的是哪一只怪兽的变形态呢 先把他的手和脚给他变出来 出来了出来了 哦 竟然是古代怪兽 哥姆拉 哥姆拉变成了一只真正的大怪兽 他还攻击了 哦不奥特曼 哈哈哈哈哈哈 欧布奥特曼站了起来 哦 这怪兽有点水平啊 看我转换个形态来对付他 欧布奥特曼全身变成了黑色和红色 融合了贝利亚的能量 这就是他的按钥形态 哇塞 非常强大的一个形态 小怪兽 看招 漂亮 欧布奥特曼一脚就把怪兽给踢飞了 怪兽被打回到了防御弹的形态 欧布奥特曼一脚把怪兽踢飞了 好厉害 接下来会是哪位奥特曼给我们带来怪兽变形蛋玩具呢 哇 竟然是罗布奥特曼 哥哥罗索和弟弟布罗奥特曼 两个兄弟合体而成的 就是罗布奥特曼 非常厉害呢 小朋友们你们猜到了吗 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黑色的变形蛋 中间有很多红色的花纹 看样子是个很邪恶的怪兽呢 我们给他变形 变形完成了 你们知道这是哪一个怪兽吗 知道的话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哟 不熬了不熬了 这时候另外一只巨大的怪兽出现了 他把奥特曼和怪兽全都打倒了 他还不断的在攻击罗布奥特曼 这时候杰德和欧布出现了可恶的怪兽 看咒 杰德和欧布两个人合作 把怪兽给打倒了 杰德奥特曼对欧布奥特曼说 这只怪兽是实属性的 让我们转换一下形态来对付它 好的 看我的 变身 杰德和欧布各自转换了形态 他们要对怪兽发射大招了 可怕的怪兽终于被打败了 怪兽消失了 出现了一个裸布水晶 原来这就是刚才那只怪兽的水晶 实属性的加高耳供 接下来就由我们来保护大家吧 好了小朋友们 今天的玩具就玩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点击订阅哦 拜拜